来 今天这期视频,我是叶树姐 那今天这期视频,是在分享我的日常妆 差不多是我这半年这样子比较惨化的一个妆容 那么感兴趣的仙女们,跟我一起开始吧 我最常用到的底妆产品是这三样 就是我一年四季都会在用的 Nuasoro日月精彩的粉底液 和这个双前乳 然后我觉得日月精彩加的粉底液 对于我这种是混合性干皮吗 真的是春夏秋冬都非常的适合 它在冬天用起来是非常的滋润 但是在夏天用起来又非常的清爽 所以我觉得每个季节它都各取所需 我就很喜欢用它 但是呢它唯一的缺点就是遮瑕度太差 可能就比较适合天生皮肤瑕疵比较少的人 然后我一般用它的话 我都会再厚厚的上一层遮瑕膏 然后在上这两个日月精彩的底妆之前呢 我还会再上一个贝林菲的毛孔精英 这个是根据情况啦 如果上妆的那一天我的鼻部毛孔比较大 就是粉刺黑头很明显 我会先提前用一支这一个 然后那一天皮肤状况比较好的话 就可能就不用它 那今天我也是先从这个开始上 挤在中指上面这一点点 然后先抹开以后再涂在鼻子上 那这个贝林菲的毛孔精英已经是家喻户晓 大家都知道的好产品了 因为它涂上以后毛孔就瞬间隐形了 那么这一支我差不多就只会涂在鼻子周围 这两边我的毛孔还好不会很大 接着呢就是日月精彩这个01号的砖纤乳 它是粉色的嘛 我觉得我的脸长其实是处于暗沉的状态 所以就很需要粉色这种来提亮整个肤色 然后算砖纤乳这些我都是习惯用手 因为这样子很快很方便 有没有觉得这个双纤乳上了以后 我的脸就变得很明亮 那这一顶粉条它是比较属于像我这种冷白皮的妹子 然后他们家还有绿色的和黄色的 就根据你自己的肤色 你是什么皮来选择 那么冷白皮是怎么区分出来的呢 你看一下你手展心的这个血管 这个是青青还是血管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它 反正这一条如果是蓝色的你就是冷皮 然后如果是绿色青色系的话 你就是软皮 所以就需要根据自己皮肤是软色调是冷色调来选择这些底妆 那上好妆尖乳以后是不是就要上粉底液对不对 但是我在这个中间 我会先把黑眼圈给遮住 然后我日常都会爱用NAS的这一款 橙色这一支Honey色 最白的象牙白色 那先用这一款橙色的 就这样点在黑眼圈的地方 然后我会先让它被皮肤吸收一下 不会马上抹开 一点点一点点的把它推开 然后边缘的地方我会用手这样子按压开 记住这些遮瑕膏千万不要画到臥肠哦 接着就是1号象牙白色 这样子画一条在凹陷处 这个时候我会用到之前泰国买的 Beauty Brandon的海绵球 然后就在眼下推开就好了 我就觉得这个Beauty Brandon真的是名副其实的好用 因为它超级超级的软的 而且又很好推开 完胜所有的海绵球了 好了黑眼圈差不多都遮完了 接下来就上热热精彩的粉底液 色号是欧希01 应该是最白的颜色 然后平时差不多挤一顿这样子 可以看到很好推开有没有 就非常的水润 然后我觉得日系的粉底液有一个好处就是 它们的粉底液持妆时间越长 这个粉底上发出来的光泽就越美 反正一般我画一整天妆的时候 晚上回到家再看一下自己的底妆 都还是觉得很完美 就是一点都不会暗沉 而且反而还会上发出就是跟自己的皮质油质混合在一起的那种光泽感 反正我觉得这是日系底妆普遍的好处 然后海绵球上面剩下的一些粉底液就涂在脖子上 就是根据我的心情来选吧 一款是基凡系的这款四色蜜粉1号 然后它又一款是这个lora machine的定妆粉 就是他们家明星产品的这一款 然后基凡系这个刷在脸上会有点苍白 苍白的效果 这款就会相对比较自然一点 然后它们两个的定妆效果都非常的棒 然后我的蜜粉刷也是这个 因为我现在刷子有好多囤在那边还没有洗 因为我手头上现在只有这一只可以用了 所以就先把它代替一下散粉刷 然后在上散粉之前 我一定定会先确认一下这个 过肠下面和眼皮上面会被基线 卡粉底线 先会把它们抚平一下 因为这样子一旦把基线给抚平掉以后再上定妆 会一整天都不会再卡线了 眼部是这样子轻点的方式上 好了整个底妆的过程就完成了 接下来画眼妆 接着眉毛呢 我大爱这一只 就是KATE的这一款 它是旋转出来的 然后用之前我会再另外搭配这个眉刷 把眉毛给刷整齐 然后梳好以后 因为我的眉峰这里的眉毛长得高低不一 所以我会随便拿一只眼线笔 把这个眉峰两边对齐 画一个点 然后眉型我一般会画就是 平昧中带一点眉峰往上翘的感觉 就不是那种完全的一字眉 这样子我觉得也比较适合我的脸型 那我一般都是先把眉毛的形状描绘出来 然后等两边形状描好了 我才会在宽里面填补颜色 差不多像这样子有没有 就是有一个眉峰 然后下面是平的 接着呢 我会用这一个加纳宝的眉粉盒来填补颜色 用最深的这一块 深巧克力色的 所以填补起来也不会觉得整个眉毛 就是乌其麻黑浓浓的一条 接着我会回到最初的这个眉书 就把眉头刷的自然一点 蓝眉膏是KATE的BR1号 我现在没找到接近我发色的蓝眉膏 所以我觉得KATE这款相对比较适合 然后我还会用这个角度看一下 这样比较容易看到自己飞起来的眉毛 然后在这个角度往下面刷 好了眉毛画好了 会不会自然有精神一点了 接着画眼影之前会先上NAS的这个眼部打底 它会让眼皮变得有一层雾面感 就是会把油脂给去掉的感觉 然后还会有一种打底色 就是有点偏白的打底色 我日常中最爱最常用到的眼影 就是VC的这一款 这个淘心的五色系眼影BR1号 然后我不知道现在这个还买不买得到 这个我买了好多年了 差不多有四年以上了吧 哎呀五个色系 就不管平常你穿什么衣服搭配什么妆容 这个颜色都超级百搭 然后我会沾去最上面这一块 眼窝整个打底一下 95%的妆容都是用这盘眼影画的 就是色系我很喜欢了 而且画完以后眼睛不会像泡泡种种的 会让眼睛很深邃的感觉 VC它的粉质又超级好 总之我觉得这盘是性价比非常高的一盘 接着我会用它自带的海绵棒 沾取这个第二深的浅咖啡色 然后就涂在双眼皮折子内 因为日常门一般都是出门之前要化妆 就很少用刷具 我直接会用这上面的海绵 或者用自己的手指 比较省事方便 然后带一点到下眼尾这样子 然后感觉到眼睛一下子变深邃了 它这个棕色就是放大眼睛效果还不错 接着呢用海绵棒小头的这边 沾取这一块最深的棕色 然后呢我会把它画在睫毛根部 就是跟眼线的同一条的地方 再沾取一点画在下眼尾 下眼尾会画到瞳孔正下方这样子 这样子的话我觉得会拉长眼睛和放大眼睛效果 比较强一点 然后剩下的棕棕色呢 会在上眼尾这样子 打圈的方式 暈染一下 最后再用这个棉签另外一头 比较干净的 沾取这一盘里面最粉的这一块 香槟粉色 然后来画卧场 和上眼皮的这一块三角区 好了眼影画好了 接着呢画眼线 画眼线之前呢我会先把睫毛夹一下 因为怕画了眼线以后再夹睫毛前的话 你们会觉得睫毛前有时候会把眼线都给 就是擦花掉就给擦没掉了 这双衣袖的这一款 它夹的真的很翘 现在睫毛夹的翘不翘 就是接下来睫毛膏刷的卷不卷的成败的关键 三段式的夹发 夹的时候眼睛可以看下方 这样子夹都会比较卷一点 眼线用到的是K-PALETO这一支 E-Day Tattoo的防水眼线液 茶黑色 可以对比一下下面这一支是纯黑色 然后这一个是茶黑色 画眼线一定要靠近睫毛的根部 然后我会直接用它来填补内眼线 因为我自己的眼皮不算是会出油 所以填内眼线一般都不会花掉 如果眼皮爱出油的话 容易花妆的话 就很建议一定要用那种眼线胶壁之类的 然后我的眼尾呢 是会画稍微长一点 然后 有点下垂心的 分享一个小技巧 如果你想眼睛又圆又大的感觉的话 你只要在铜骨症上方 这里眼线再画厚一点 懂我的意思吗 就是铜骨症上方的眼线 再画一个弧度 这样子就会显得眼睛很大很圆 接下来画睫毛膏啦 我一般几乎是不能少了它 就是KATE的这一支 睫毛大底膏 它是里面有纤维所以有很明显的纤长效果 然后KATE这一款它刚买回来的刷头可能是比较直的 我觉得可以把它稍微凹到后面一点 这样子 有那么一个弧度 这样它的纤维会更容易刷到自己的睫毛上面 正常在它半干的状态下 补上睫毛膏效果会比较好一点 然后纤长睫毛膏用的是 FUSHEN ROMAN 这一支 Make up for Ava的 我买的这个是小样的 我接下来会去打算入一支正妆 因为我觉得它纤长效果挺好的 就是会根根分明 也不容易刷出餐饮腿 它刷出来的这种纤长感 就是 就是睫毛的顶端尖端是每一根都这样子细细的 分散出去的 并不是像那种会粘在一起圆脱脱的那种感觉 觉得它的纤长效果怎么样 还算不错吧 就是我这种短睫毛的新人 也可以刷成这种效果 反正刷下睫毛应该也不用多焦吧 大家都知道是要先竖的刷 让膏体粘附在睫毛以后 再横着刷 把膏体给刷开来 那我是下眼尾这一部分 没有睫毛 中间这里可以刷得比较长 跟我一样情况的人呢 可以拿回刚才的眼线液 在这个 因为这里 画夹的睫毛 接下来进入修容的部分 韩国TUKU FOR SCHOOL的这一款 三色修容盘 但是我为什么要把它用纸巾包起来呢 因为你们看 它 摔坏了 之前去泰国玩的时候 就在酒店里面把它给摔得粉碎 所以就目前是 这一种场状 所以我每次用的时候呢 就在直接在这个帅碎的地方 脏一点 下额骨 然后鼻影的修容呢 还是这个 加闹宝的 Media 刚才是用深色的这个来画眉毛嘛 然后现在用浅色的这一块冷色 来画鼻影 刷具用到的还是BOBBY BROWN的 也是有斜头的 然后我就觉得很符合这个 三根的位置 跟我一样 鼻头有点大的 可以这样子 修饰一下鼻影部分 那高官这部分始终是 直升坛PK107 用它用的比较习惯吧 就是很喜欢它这种 自然的 蓬松感 感觉用了它以后 我就不爱用那种有主观感的高官了 然后我的这个 类构这里很下垂 也涂在肋带这一块区域就好 然后发力纹 凹陷的地方 腮红也是根据当天的 妆容 然后根据当天的 穿衣风格吧 可能比较欧美风的时候 我会用ELF的这一款 色号我会打在屏幕下面 它就是比较 珊瑚粉的颜色 然后其他比较甜美妆容的时候 我就会喜欢用这两款 Jelly Still Out的09号线顶色 还有这个Tone 4的02号 一种很可爱的粉色系 我觉得它涂出来的效果就是很 脸颊变成粉嫩嫩 粉嘟嘟的那种少女感 就会一下子有那种皮肤很透亮 很粉嫩 皮肤很好的那种感觉 好了到最后就是你们最最最关心的唇膏啦 然后我最近几乎百分百用到的都是这一支 阿曼妮红管唇有300号 然后它是偏橙色系的 所以我个人就很喜欢橙色唇膏 因为我自己涂橙色会比较显白显气色 刚涂出来是稀释状的 但是等它干了以后呢 就是雾面状的 因为它只要涂一点点就非常的显色 而且它也很适合来打造咬唇妆 它这样子 云朗开来就是这样比较自然的颜色了 就非常的显气色有没有 觉得我的脸很白有没有 然后反正我几乎出门百分百的日常妆都是用到它 但是我有时候会在上面叠加一层这种透明的唇釉啊唇彩之类 这款是VC的这个美容液 但是它涂出来的效果就是 有那种嘟嘟唇的感觉 我都觉得这个唇部一下子变成玻璃唇了有没有 差不多我的搭配就是这样子的 好了那以上就是2017年上半年的日常妆容分享 然后今天介绍的所有化妆品也都是我基本每次化妆都会用到的单品 基本都会这么化的 希望你们会喜欢这个妆容 那我们下次见啰 拜拜